看以後 之後有機會再跟各位說明 那你要怎麼樣完全掌握一個物件 很簡單 等一下就知道 裡面這個物件裡面到底有什麼方法 就綠色的 有什麼屬性 屬性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像一隻手拿著一個文件 這個就屬性 屬性指的就是說一個物件的 包含它的外觀 它的大小 它的相關訊息資料 通通都放在屬性裡面 所以它可以藉由屬性告訴你 比如說這個工作簿裡面到底有幾個工作表 你怎麼知道 很簡單 schitz. 這邊有個什麼屬性 叫什麼.count 有沒有 schitz.count 就會告訴你 schitz.count 裡面就放多少 放4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知道 你的工作表裡面總共有幾個 你只要記得一個屬性 叫schitz.count 回來就告訴你4個 OK 所以每一個屬性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移動有沒有 這後面還會再講到 delete後面也會講到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掌握 像print out 有沒有 就直接列印出去了 就直接列印出去了 這個工作表 直接印出去了 這個工作表 直接印出去了 print preview 就是預覽列印 有沒有 所以哪一個schitz 你要預覽列印的話 你就一行搞定 OK 其他的話 有興趣的話 點slate 點visible 應該顧名思義吧 有沒有顯示出來 然後這個vper比較少用 大概就這些東西 如果你可以掌握得好 那其他應該沒有 我們剛剛是用什麼 它的一個叫slate 有一個方法叫slate 有沒有 slate 移到那邊去 那哪一個呢 你就告訴它第幾個 或者是給它名稱 有沒有第一季點slate 再來的話第一季 油標移動到第一季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哪一個range 括弧 然後第幾A2 因為我要必須先從A2開始 那一樣A2點slate 不過你會發現 那個range括弧的時候 它會有那個提示 可是schitz跟sale沒有 OK 好 那這樣的話 第一步我們就確定從這邊開始 表示說我們起點 以第一季為主 再來第二個是回圈 什麼回圈呢 因為我有三個工作表 我要做三次 可是我都就錄製一次程式 那我錄製一次程式 我要跑三個工作表的話 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要告訴它說for i等於 第一個工作表到 第幾個呢 全部的工作表 但是最後一個不要 所以呢 你要告訴它說總共有幾個 schitz 你怎麼知道全部有幾個 就是schitz 點的嗎 點con 這不就好了 那可是schitz點con呢 回來是幾個呢 四個 可是我最後一個不要 那怎麼辦 減一不就好了 enter兩下 ness 好 那中間這個區塊 就是說 我從第一個工作表 到 第三個工作表 都要做 底下這個事情 好 OK 那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 讓它全部都做 同樣的事情 很簡單 你就第一個 先 起一行 叫schitz 第幾個 第幾個 第i個 點schitz 也就是說 這個頭 頭的地方是 它一進來回圈 我不知道第幾個要選取 對不對 那我只是要先從1月 那因為它是從i i等於e嘛 e交給它 就是第一個 指的就1月 對不對 然後1月做什麼呢 把中間這個區塊的程式 放在這下面 最後完成的是 把中間這個區塊 怎麼樣 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裡 有沒有 那記得 我的習慣是按個tap鍵 因為要戳排一下 就是 它先選1月 然後做完底下的事情 不過7的話 可能要選改一下 不能用這個 用什麼呢 用active sale 不用加一次 因為active sale 只會有一個 不可能有負數 點 offset 有沒有 打一個ola 然後括弧一下 e列 0欄 點 slate 就是 我要讓它向下移動 e列 ok 應該這樣才是要寫完的 不過我怕這個有點難 不過你要掌握關鍵 另外 如果實在是 有細節不太知道的話 沒關係 回家再把影片 調出來repeat一下 因為 這我做得很輕鬆 你們聽得 可能沒辦法一下 這樣 因為程式這種東西 真的還是需要 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做的任何動作 都是